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经典名著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三国演义、罗冠中笔下的英雄争霸 二、金平梅、明代小说、揭示官场腐败 三、大卫、科伯菲尔、迪登斯的半字传题小说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三国演义、罗冠中笔下的英雄争霸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部古老而又充满戏剧张力的作品 三国演义 这本书,啊,不仅仅是本书 它是一部史诗,一部由罗冠中先生用于毛笔 好吧,可能是毛笔,绘制的英雄争霸图 三国演义,讲述的是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 但别以为这是一本枯燥的历史教科书 哦不,这里面有的是智谋、勇气、忠诚、背叛、爱情和复仇 简直就是古代版的权力的游戏 只不过没有龙 罗冠中先生在书中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 首先得提的是刘备 那个总是一副苦大仇深脸的好人 他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但是,嗨嗨,政治智商嘛 可能还需要再冲冲值 幸好,他有一个拥有超级大脑的军师 诸葛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孔明 这位孔明简直就是古代的爱因斯坦 不过他擅长的不是物理,而是点燃敌人的屁股 火烧赤壁,你懂的 然后是曹操 这位被后世误解的奸雄 其实是个相当有才华的政治家和诗人 他的座右铭可能是宁叫我赴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赴我 这哥们手段很辣,心思缜密 但也有文艺青年的一面 写诗,喝酒,聊人声 颇有些文化人的风范 别忘了孙权,东吴的领袖 一个在历史上常常被忽视的角色 他可能是三国中最擅长生存游戏的玩家 总是能在两个大佬之间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他的座右铭可能是活着就是胜利 除了这些主角 还有一大批英雄好汉 比如关羽 张飞 赵云等等 他们的武艺超群忠诚耿耿 但有时候也会因为太过硬汉而吃点亏 比如关羽 那个长着一张美然宫标签的大汉 他的忠意是出了名的 但有时候也因为太过自负而掉进了陷阱 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丰富多彩 有的让人捧腹大笑 有的让人热血沸腾 还有的让人唏嘘不已 比如曹操的《艳琴吕布》 那简直就是一场心理战的巅峰对决 再比如诸葛亮的《七情七宗梦获》 那是一堂如何用心理战术征服对手的高级课程 总之 三国演义 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小说 它是一部关于人性 权力 智慧和命运的深刻探讨 它告诉我们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人类的基本情感和欲望始终如意 而罗冠中先生 无疑是那个能够将这些元素 编织成一幅精彩画卷的大师 所以 下次当你翻开三国演义时 不妨想想 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 你会是书中的哪一个角色呢 是智勇双全的诸葛亮 还是全谋高手的曹操 亦或是忠诚直率的关羽 嗯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金平梅 明代小说 揭示官场腐败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明代的 一部风流才子之作 金平梅 这本书啊 可不是普通的小说 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奇葩 一部描写人性 权力与贪欲的百科全书 首先 我们的说书这本书的名字 金平梅 这三个字 取自于书中三位女主角的名字 潘金莲 李平儿和春梅 这名字听起来挺文雅 但是内容嘛 可就不那么文雅了 这本书被称为 中国古代的色情小说 但这只是表面 它其实是一部 深刻揭露 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 金平梅的主人公西门庆 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商人 也是一个风流成性的花花公子 他的一生 就是一部怎样用钱和权力 操纵一切的教科书 西门庆通过贿赂官员 操纵司法 甚至能够左右生死 可谓是当时官常腐败的缩影 这本书里的官员 从上到下一个笔一个贪婪 他们为了钱财和女色 可以出卖原则 甚至连自己的亲戚朋友 都不放过 而西门庆 就是利用这些官员的贪婪 为自己谋取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但是 这本书不仅仅是揭露腐败 它还细腻地描绘了 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 从豪门大宅 到市井小民 从男女情爱到家庭伦理 无所不包 它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展示了一个多面的明代社会 当然 这本书也不乏幽默和讽刺 比如西门庆在一次宴会上 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 特意摆了一桌 名为八仙过海的菜 结果八位官员 各自对号入座 自比八仙 结果却被西门庆 暗中嘲笑他们的愚蠢和自大 总之 金平梅 这部书 就像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了明代社会的种种阴暗面 它告诉我们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 人性中的贪婪和欲望始终不变 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 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 更是一部历史教科书 让我们从中学习到历史的教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卫 科波菲尔 迪登斯的半字传题小说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 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为您揭开查尔斯 迪登斯的 《大卫 科波菲尔》 这部文学剧著的神秘面纱 首先 让我们来点小八卦 迪登斯先生在写作 《大卫 科波菲尔》时 可不仅仅是在敲打着他的羽毛笔 不 他是在敲打自己的心弦 这部作品被广泛认为 是迪登斯的半字传题小说 也就是说 他不仅仅是在讲述大卫的故事 而是在某种程度上 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 想象一下 这位文学巨匠 坐在那里 一边回忆自己的童年 一边偷偷地擦拭眼角的泪水 同时还要确保 他的胡子保持得体 多么戏剧化的写作场景啊 大卫 科波菲尔的故事跨越了主角 从出生到成年的整个过程 涵盖了贫穷 虐待 爱情 背叛和成功等主题 大卫的一生充满了起伏 这让读者不禁想起了 狄更斯自己的生活 狄更斯在12岁时 就被迫在工厂工作 这段经历 在小说中通过大卫 在酒厂的工作 得到了反应 这部分内容如此真实 以至于读者 几乎能闻到那些 酒桶散发出的酸味 小说中的角色 也是一大看点 我们有乌利亚 西普 那个baby的家伙 他的谦卑 几乎让人想要 穿过书页 去扼住他的脖子 然后是贝奇 特洛特伍德 一个如此乐观的灵魂 他能够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找到一线希望 即使是在他的丈夫 不断地倒下时 说到倒下 这是狄更斯 对贝奇丈夫的 债务问题的幽默描述 这个词 在小说中 被反复使用 每次都让人忍俊不惊 狄更斯的小说 总是充满了 对社会不共的批评 大卫 科伯菲尔也不例外 他通过大卫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了 19世纪 英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从最底层的穷人 到最顶层的富人 狄更斯用他的笔尖 犀利地揭露了 社会的虚伪和不平等 同时也展示了 人性中的善良和温暖 最后 如果你还没有读过 大卫 科伯菲尔 我强烈建议 你去阅读他 这不仅仅是因为 它是一部文学经典 而且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自己在笑中带泪 同时也会对 狄更斯那不可思议的 幽默感和深刻的人文关怀 感到惊叹 而且 谁不想看一个 名叫麦考伯先生的角色 他总是乐观地宣称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同时 却又不断地陷入财务困境呢 这简直就是对 现代生活的完美隐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总之 《三国演义》 金平梅和大卫 科伯菲尔 都是三部非常有趣的作品 无论是罗冠中的英雄争霸 狄更斯的半字传题小说 还是金平梅中的官场腐败 他们都给我们提供了 非常丰富的故事 和深刻的人性描写 通过这些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 人性的复杂性和不变性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人类的欲望和情感 始终是相似的 这些作品 也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教训 让我们反思社会的不公和虚伪 作为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对这些作品有所了解 或者你对其中的某个角色 或情节特别感兴趣 欢迎留下你的评论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